今年21岁 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好小啊 她是我们整个演技拍年纪最小的 她98年的 21岁 那锦言你跟她演吧 这个女生好吧 好 开放角色吴月红试镜完毕 现在进行第三轮开放角色贾逢源的试镜 贾逢源与孙家有血海深仇 为复仇接近利用苏颖雪 渐渐对她生出真情 我是很想演坏人 因为我没演过反拍吗 我一直很期待这种一针一鞋的人 就甚至会动手打自己老婆的人 我天天这个没有没有事过 所以挺想试试 加油 那我刚跟他商量又商量了个掐脖子 你想怎么掐 我先好好看看这个人 因为他要死了我要惦记 就是我想看看他 然后你最后再掐他 他这个也可以 就是掐的那一瞬间还是得快 他还看着前不看你的话 你就可以 我给你那种感觉 我感觉很帅 他这样跟他 就是侧面转过来 对 这个话 你怎么掐 他不知道 他到时候看情况 就是你把永章那一套拿出来 就要掐他之前 他掐他的脖子 看到你的对手 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还挺挺有信心的吧 因为天宇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的变态 他那个衣服有点不太像是坏人穿的 我是觉得 大家好 我是演员歌手赵天宇 今天来试镜的是贾峰元 这场戏就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发现我的夫人在等着我 然后他向我质问了一些事情 我们之前起了一些小冲突和摩擦 这场戏太难了 天哪 好 开始 你和我说过 你对付孙家是因为我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孙家感激杀绝 你果然是还惦念着孙家 我 和熟悉的面部表情来演戏了 他开始进入了一个叫塑造人物的阶段 但是天宇最高任务不是说我要报仇 是我要你爱我 比如说我掐他的脖子 掐到一条 我怎么会再杀我最爱的人呢 你这个手就是难以置信 谈恋爱谈少了 回去都谈恋爱 老师好 我叫朱志林 我今天饰演的是贾逢源 你的搭档是谁 我的搭档是张楠 好 叫张楠进来 不是不是不是 谢绵平你不用 不用这个样子 这个谢绵平有点过分了 好奇 我特别好奇 志林他们会怎么演 我真傻 我还以为我能跟你厮守到老呢 我还以为你每次说的话都是真的呢 要真如你所愿的话 我对你没有半分真情 我就应该挺让警官的吩咐 把你给杀了 把你给杀了 但是我做了他 他好 对啊 变态一点 变态一点 再变态一点 从今日起 你不许他说房门半步 你的所有东西我都会给你拿过来 你别怨恨我 好 非常棒 非常非常非常好 找到西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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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朱志林完成了 从不会演戏到会演戏的过程 我真的觉得我有点震惊 比赛完了 刚比赛 我觉得他真的挺真挚的 这一天他就只有真诚这一个武器 然后现在他完全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演员 我是觉得啊 如果说你能演的更再爱他一些 你的那种不舍 你的那种心疼 如果再加重一些会更好 如果我真的对你没有情分我就把你杀掉 但我杀不了手 我杀不了手 人生 我爱他 就是那个爱比恨重要吗 但是因为我的恨 我的恨导致我真的不能爱你啊 各位老师好 我叫郑好 今年21岁 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他是我们整个演技排年纪最小的 他98年的 21岁 那锦言你跟他演吧 这个女生好吧 好 现场来 演员正好饰演贾逢源 三二一开始 这个女孩子挺明明的 很多都直接感受很很快输的 你看 他马上能在状态 他家呢 冯元 你跟我说过 你是因为我才对付苏家 那我问你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苏家赶紧杀绝呢 你为什么还要对苏家赶紧杀绝呢 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 你知道呢 他孙迅当年就因为 玩弄全数陷害我爸 我爸才死的 没有孙迅我也不会成这个样 我全家每个人死每个人死 都跟他孙迅有关系 你既然已经跟了我 我就不想让你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了 你明白吗 你所有都是在利用我 你对我没有半点真情 是这样吗 听到这些 architect 明白嗎 你老伙子 你老伙子 我перet选我 晚上 bodies 我睡觉到 Aunt 自伟き 你怎么 你怎么 干什么 你要干吗去 你要干吗去 我不敢拿去 你要煎罚我 没有 就是不想到 我不知道 就是要煎罚我是不是 我想让你忘记仇恨 这种仇恨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是不会再做出这个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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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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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